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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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操作正常的情况下一定是你不会刷经济 就强调一点 队友的线一定要去蹭 但是我们要蹭的有理有据 你帮他抓一波不小心吃几个兵 他也不会说什么 这边加罗一打二坚持到一塔被推掉很不容易 说实话推的好一塔不掉我反而不好抓 利用小兵撑杆跳到鲁班脸上 2A 1A 3A祝他幸福 这个二技能跳兵的操作很重要 也是生法后的基础很简单 你二技能往小兵身上滑就可以了 像中期我们有两种方法远距离切C位 第一种存二技能强化普攻 用A2A跳 第二种二技能没时间存 你就用一技能起手 一A2A跳就好了 等鲁班复活继续针对发育路 这边一塔残血 我们可以先用二技能普攻把他点掉 然后开一技能片控制 强化普攻大招直接切鲁班 之后针机送他回家 一发小普攻再带走蔡文基 这边中无焰一打四千步急着上 等一技能CD恢复 对手近身 我们2A 1A送他回家 玩猴子不要做无脑猴 一定要清楚我们二技能和强化普攻的距离 相信大家也能发现 有时候你想上场收割 但是攻击距离就差那么一点 你A不出去 手快的人可能原地大招都按出来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还是选择后手入场或者蹲草入场 上路发现残血白起 中无焰有点短 还是我来吧 白起大招想跑 我们开一技能加速 顺便免移他二技能 之后2A 3A送他回家 来到中路 对面全部缩塔 引我们进去 这边我知道自己短切不到小乔 我们2A技能虚幻一下 骗出小乔产现 还有悬侧的钩子 之后中无焰完成收割 你看悬侧忍不住想操作 2A 3A送他回家 继续入侵悬侧蓝buff 真机大招控到白起 我们2A技能进场 免移一次技能触发护盾 中无焰秒掉小乔之后 我们2A 3A再配合队友 带走悬侧 其实猴子很克制悬侧的 他的二技能在我们的面前 毫无作用 就算被勾到 你开一技能 可以反手秒掉他 而且我们还是半肉 出了冰痕之卧以后 他打也打不过 跑也跑不掉 这边出到冰痕之卧 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又肉伤害又高 真机大招减速白起 我们二技能起手 直接上2A 3A 1A 2A 打残蔡文基 之后鲁班加悬侧 疯狂普攻 我们只掉了一半血 这波其实伤害很高了 因为蔡文基开了大招加双抗 而且他一三技能 还在疯狂回血 队友没有跟上 没有制裁和闷眼的效果 都差点秒掉 来看最后一波 中无焰先手秒掉鲁班 我们直接空中拖鞋 换复活甲 跳白起切小桥 好家伙没有鞋子太短了 普攻碰不到 那直接回头打白起 白起打我 还没我回血快 而且我们冰痕处发后 他路都走不动了 这里孙斌给了一发一技能 我绝望了 这个头又K不到了 这边推到水晶 仅剩小桥毅然 他复活甲触发 我们直接二一技能进场 大招终于拿到了一个头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什么英雄克制猴子 听说点赞的朋友 今天打排位赛会十连胜哦 我的名言是 十无双 十阴眼 十夺翠 装备 红野刀 攻速鞋 无尽 隐刃 碎心锤 冰痕之卧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